來來來你來 訂閱按起來 留言留起來 會有什麼你跟她講 會有好理 會有好理 按起來 按起來 那記得看完囉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吃貨同樂會 我是Dolly 我是樂群 看到滿桌這麼澎湃 就知道我們要介紹的是 日本桌 厲害 非常的飽 我聽說今天有點不一樣 今天有任務 我知道 我有聽說小幫手好像 平常覺得我們 吃太好 喝太好 用太好 所以特別來給我們出一點難題 那你知道任務內容是什麼嗎 今天的任務啊 等一下我們拿到字卡呢 我們會推薦相對應的商品 給我們的各位觀眾 這哪裡有拿耶 而且我今天準備的商品 非常的齊全 就是從日本 坐飛機到台灣產地之上 拜託你話不要說得這麼滿 到時候 這麼突然 真的真的今天不一樣 我看一下 第一題 濃郁 出那麼簡單的題目 你有這麼聰明呢 濃郁啊 第一個就是濃嘛 是很濃 非常的濃 再來是不是就是要 很純 資本直送的絕對會純啊 香嘛 好了 你不要再拖台錢了 我是在跟你台階下 我怕你想不到 就這樣嗎 來 跟你講 濃存的代表 悲海道直送3.7%的牛乳 什麼呢 應該是這個吧 出雲其王色香葡萄的另一口酒 為什麼會是酒 再講到香濃香醇 當然是牛奶 牛奶也太沒有創意了吧 不然你說說看它哪裡好啊 北海道這個地方 大家知道它比較寒冷一點 寒帶擠出來的牛乳 通常它的脂肪含量會比較高一點 在日本的特選標準裡面啊 3.5%已經達標了 但是你看喔 這個有3.7% 特別濃 特別粉 特別營養 脂含量特別高的關係 所以它殘留在你嘴巴裡面的 那個香氣的時間 特別特別久 它就整個擴散在你的嘴巴裡面 它就讓你喝下去的時候 不會覺得 欸 好像濃稠或怎麼樣 很順 好香喔 哇 它真的很濃耶 是不是 對 感覺它是可以加一些 像可可粉啊 或者是麥片啊 其實女生都會很喜歡 說得非常好 今天就是可以搭配這一包可可粉 而且我告訴你們喔 因為它是特選的關係 所以全台灣限量 6000瓶 只有6000瓶 只有6000瓶 我就不知道 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跟我比 這個啊 它是日本島跟現產的 初芸青蛙色香葡萄 做成的酒 味道非常非常的濃郁 因為它是那樣 澡瓶蓋打開之後 非常濃的味道嗎 是一個葡萄的香氣直接出現耶 好期待喔 它這個是我很喜歡的那種酒 甜甜的 酒的味道不味道太濃 喔 它是比較淡 但是它是後面會有一些 就是濃度出現的 而且它其實很酷的是 它還可以搭配像是無糖紅茶 或者是氣泡水 混在一起會做出沙瓦類 那你再拿去冰其實會很舒服 酒算偏甜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會特別特別喜歡 還有酒精感不是那麼重 加點冰泡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真的是也是 欸 這麼快第二題就來了 還沒有享受完耶 那咧 我們就接著往下看吧 香甜 這我最擅長 對我來說小case啊 這女生都喜歡吃這種甜甜的東西啊 我要介紹的是 北海道道南的牛奶糖 哈蜜瓜口味 哈蜜瓜口味的牛奶糖 對 我的啊是這個 北海道騎士蛋糕布丁 大家都一樣是哈蜜瓜口味 因為哈蜜瓜是北海道的特產嘛 對 講到北海道一定要想到它 幾張哈蜜瓜 這個牛奶糖呢 它是由蜜瓜果粉去做的 它有很多種口味的先吃一下 打開味道就全出來了耶 對啊 它的哈蜜瓜是 直撲鼻子的那種香氣 啊其實 吃下去的第一個感覺 不會讓你感受到甜 可是果香的香氣 全部充滿在你的嘴巴裡面 第二拍的時候 你才會感受到它的甜味 再來 啤酒 牛奶糖 他們是用北海道的啤酒 做成焦糖的糖果 有一點點啤酒的味道 一點點苦味 而且你的酒會越來越濃 可是你前面還有那個哈蜜瓜的味道 後面你就會慢慢的比較多 是啤酒的那個 它吃下去你在嚼的時候啊 一個麥香味 沒有那麼重的苦味 就會讓你有一種那種啤酒的風味 那麥子的感覺是滿重的 滿厲害的 很厲害吧 牛逼 這個更厲害 它是北海道產的生乳 那就像你剛剛介紹的那個牛奶一樣 然後再加上100%的那種起司啊 或是奶酪啊 還有這個矽章蜜瓜果汁 值得期待吧 打開它長這樣 這樣吧 整個有2468 有8顆 哎唷 對它就是小布丁 它一個是這樣 它還有一個是原味的 原味的長這樣 這一盒 你看我不是會要咬喔 它是真的很乖很奶有沒有 你一吃下去有一個雞蛋味 大概第二拍第三拍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哈蜜瓜的味道 濃的奶味會出現 冰果其實應該會更好吃 對 我幫你那個吃貨的等級 1分點 來來來 太快了吧 還沒有 還吃不夠耶 看我吃完是不是 第三拍 脆口 我跟你說我介紹的東西非常的厲害 它是全場焦點耶 我介紹的才是最卡滋卡滋那種 背包 日本北海道小樽鹽味洋芋片 然後我的是這個 北海道韓館戰備奶油洋芋片 同樣都是洋芋片 我跟你講我這一包特厲害了 你看到這個 古色古香的原化氣鹹 那我這個啊 它是韓管山的夜景 非常的好亮 這是韓管最著名的部分嗎 一個是古色古香 一個是很現代夜景 鹹的程度非常的剛好耶 不會死鹹也不會剁鹹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吃起來 會感覺到你沒有那麼負擔 喔 它也是很香是不是你 喔 它一聞就很濃的那個 閃貝 有點像是烤干貝 或是烤魷魚那種味道對不對 吃一下就這樣 喔 很酥很脆 烤過了海鮮乾貨的那種味道 大家看喔 它是非常白的 所以就是油炸的火候都控制非常剛好 吃起來是相對健康的 難怪它是這個 伴手裡的Top 1 沒錯 看完了今天 我們日本周介紹所有產品之後 大家有沒有心動 趕快去加樂福購買吧 沒錯 所有好吃好玩的都在加樂福喔 今天日本都介紹這麼多產品啊 有我們這個韓館的牛乳 撒謊 跟小春的洋芋片 細章的哈蜜瓜布丁 跟我們島根縣出產葡萄的利口酒 你們是不是也到過日本 吃過什麼超夯必吞的美食 趕快 訂閱加留言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小禮物送給你們喔 吃過童樂會 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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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